用钱靠智慧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曹德旺在福清捐建了一个寺庙 黄伯山万福寺 黄伯宗传到日本 是日本黄伯宗的祖庭 曹德旺非常有钱 慈善很多 但是他捐建这个祖庭丛林 才是大智慧 你想千年的庙百年企业 一个企业做一百年就了不起了 但是寺庙传承是一千多年 为什么 修道人的生命力和愿力不可思议 所以曹德旺是大富翁 仍然很谦卑地说 感谢给他一个建庙的姻缘和机会 可能几百年后 企业就到了 但寺庙不会 所以说曹德旺是非常有智慧得懂的用钱 朝代再兴盛 也就是三四百年 宗教就两千多年 不间断 这就是修道人的愿力和悲心在加持 所以曹德旺很懂得使用钱 去兴建大丛林 香港许多老板都到大陆来户持丛林 丛林是祖师十方道场 都是千年愿力加持 现在有些人去建别墅 钢筋水泥的 保存不了多久了 你花鸡千万鸡一建别墅有什么用 到时候变成废墟 再也无法建设出像乔家大院 王家大院那众古董来 抹那个福报 当然也建不出像福建的土楼 那就是老百姓建的 土楼保存机百年座位文物呢 现在人达不到了 所以不是有钱就可以用的对地方的 这也需要福报 有些人的钱就是跑不到庙里 也说明他的钱福报不足 现在是太平盛世有修行人给我们赔福 是很好的 山中无道人 朝中无宰相 许多宰相都是道人投胎的 才有如此智慧管理一个国家 一个地方出个祖师 那就是国宝 包括黄博宗传到日本 日本人把这些祖师都当成国宝 每年都要回来中国寻根问祖 祖师才有这个力量 打通国界的障碍 真正大智慧的人 目光是放得长远的 钱在佛经记载 四分之一拿来不失 四分之一要储蓄起来 储蓄包括现在大家买医社保也是储蓄的方式 或者买房子也是储蓄方式 因为房子为什么贵 大部分钱还是被国家收去 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买了房子 有些人就懂得强迫西服过日子 也是好事 当然在讲布施 其实布施也是看不现的储蓄方式 你钱出去 少了 但你生命中无形的银行 却多了存款 布施给寺庙护持三宝 和三宝结缘 布施穷人 和这些人也结缘了 这都是无形的福报 布施修桥铺路 千万人过 福报更大 但现在这个修桥铺路都是国家在赔福 都是国家建设 所以布施也是一种看不现的储蓄方式 将来总有一天会兑现 因为时间能量是守恒的 所造业布王 重的福报 总有一天会收割 重的恶果也一样 以前香港明星有钱就捐给大陆 他们来大陆开演唱会之类 就非常受欢迎 这既是布施 又是储蓄 真正有智慧的 都懂得用钱财 而且能得到大众尊重 我会用到大众尊重 你会用到大众尊重 你会用到大众尊重 在这些计划 但是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我会用到大众尊重 你会用到大众尊重